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来去再回答刚刚一个同学问题 他说那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我想要去看 例如说他是好像是动物园 反正就是他是一个公家机关的网站 他想要知道说怎么埋进去 那个GA码 怎么埋进去 因为我本来做法是不是 那个协作平台 他直接可以让我输入分析码是什么 可是他自己的网站呢 你还记不记得 我先跟你们分享一下 假设我现在我就先到 我就先到这里好了 请大家回想一下 先到我的云端硬碟 然后云端硬碟里面 我是不是建立好了一个我自己的 例如说这个电脑教室 然后接下来这个网站里面 这个网站我当时教的是不是说我们要去做分析 怎么做分析 点他这边一个网站分析 然后我是不是要去埋一个GA码 这个埋这个GA码 我是不是要打开 所谓的这个 先到自己的Google Analytics 你要先去产生 一组那个GA的code 所以我是不是到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到这个里面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叫管理员 管理员 然后接下来直接点他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新建资源 对不对 新建资源里面他就会有这个GA码 例如说我现在点下去 你看哦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资源设定 他就要告诉我说我现在这个网站的追踪ID是什么 可以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件事 然后把它记得放在这里去进行贴上 可是他现在问题不是要问怎么样把那个Google协作平台做好的网站 埋GA码进去 他现在问我的问题是说 假如说他今天他的那个网站呢 他也想要买这个GA嘛 那怎么买 他的做法是这样子的 我要回到这里 回到这里 就是 假如说你今天 假如说你今天呢 你要买像刚刚我这个孙在阳电脑教室 那个知识 就是 好假设我现在要买这一个好了 然后你去点这个追踪资讯有看到吗 追踪 所谓追踪意思就是说你要让Google去追踪得到你的网站 那那一段程式码是什么 点他 这边追踪程式码 请点他 请把它抠到 抠到什么地方 抠到想办法哦 把这一段资料复制 复制我想应该没问题哦 例如说假设啦 你要贴到那个台北市立动物园 好 我现在我就先打开台北市立动物园 你说 www.zo.gov.taipi 这样子 对对对 我们像台北市立动物园 都是gov.taipi 好 这个吗 对 这个嘛 对不对 好 F12 来去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body 一个网页大概就区分为 这边是不是网页的开始 你看到这个HTML 这是网页开始 这个是网页的结束 那接下来这边 这一段就是head的开始 来去看一下 一定会有一个head的结束 head的结束就是在 H这个字前面加一个 H这个前面加一个斜线 这边是不是就head的结束 了不起你就想办法在这个 这个的最后面 最后面按一下enter键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有这个权限改哦 不是我现在想改就改得了哦 知道吗 除非等我变成孙骇克的时候 我现在的意思是说 我刚刚不是有一段程式吗 请你埋到这个 这个任何一个结束的screen 后面enter 那个这个head结束 这个标题结束之前 直接复制贴上 就好了 你这样的话 你大概等个一天两天 你就可以去看你的那个GA 他就开始会有数字了 可以吗 好 当然啦 当然 这只是我告诉你们 就是说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head head 好 然后怎么样埋进去的一个方法 可是这个网页的内容 对不起 要请你们去看看是谁赋予给你这个权利 或者是谁拥有这个权利 请他来去做修改 因为程式码在这边 非常的简单 然后 程式码 程式码就是 刚刚 刚刚在这个地方嘛 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 就是点这个进去 然后 接下来去看那个 他下面会有一个叫做追踪资讯 追踪程式嘛 就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 你记得就是把这一段 这一段贴到head 哦 我看他这边也会有写 你看这边 于head中 当作是一个项目贴上 这样可以了解 这是不是一个就是 script script 语法的开始 然后一直到script 语法的结束 就这一段 就是叫myGA嘛 就是在做这件事 可以吗 好 因为以前还有教网页制作 现在好像都不教网页制作了 那这边我就先登出咯 就是第一个刚刚同学问的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很重要 不然你连GMA都埋不进去 你就没办法看到那个数字跳动了 对不对 那个数字就不会变化了